台中捷运列车开进风乐公园站 才刚停下月台前方的隔音墙 就被塔掉砸中扬起大片粉尘 但当下月台上的保全 似乎没有听到巨大声响 等到转身看见烟雾弥漫 才发现好像有问题 一开始还慢慢往前走了几步 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才开始用跑的 同时拿起对讲机通知站长 最后跑到车头的地方 对车厢内挥手想要阻止开车 但已经来不及 不只保全没反应 塔掉砸落当下 列车门打开旅客上上下下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意外发生 只有一名穿着碎花衣的富人 发现状况不对不敢上车 列车继续往前行事 撞上砸在隔音墙上的塔掉 碎片散落一地 这时候车厢内的乘客 有人听到撞击声 吓得往反方向逃离 穿着绿色衣服的加拿大籍乘客 马上倒握在地板上 双脚顶住列车车头壁面 用双手护住脸部与心脏 做出预备撞击的防御姿势 这时随车人员急忙呼叫行控中心 从包包里拿出钥匙 准备做手动紧急停车 但也来不及 只能赶紧蹲下 从时间序来看 12点26分54秒 列车进站 27分4秒 塔掉坠落 27分26秒 列车关上车门准备离开 27分32秒 保全跑到月台最前方 挥手阻止 但列车还是照常出发 13秒后撞上塔掉 从地面上另一个角度来看 两名保全人员听到巨大声响 马上仓皇逃跑 后头公车拍下惊险一瞬间 幸好当时公车正好靠站 没有往前开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旅客进出 代表说月台的旅客 也不认为那个是危险 所以在进出的过程当中 确实在那当下 真的无法判断 中杰强调随车员发现异状 到事故发生只有13秒 可以反映 但画面还原 前后至少有40秒 可以应变 但月台上没有任何 紧急停车装置 如果月台上有个 能够紧急停车按钮的触动装置 他只要触动这个装置 那一及时阻止意外发生 中杰董事长在记者会上 却出现这样的举动 为我们中杰团队 过鼓掌拍拍手 我们为自己加油 中杰事后强调拍手是为感谢 连夜抢通道路的功臣同仁 造成外界误解 表示迁疑并趋心检讨 华市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 也不要忘记收看 华市新闻杂志喔